金龙魂消失的话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吧 就每个地图有每个地图的打法 那消失的话就把它忘了就行了 加入了TD之后 感觉状态就是 因为夏季赛 打完之后就很久没打比赛了嘛 感觉状态还是需要慢慢去调整 博物费选手是非常强劲的选手 想要应对他的话 感觉需要小心一点 他对线很强势 虽然这个波比对于我个人来说 感觉边际拿的太要了 有点太想拆七分的英雄池了 但整体的阵容构筑上来 感觉边际又是零跑 主要还是压力更小 中路这边风 这个脾气也是真的大 对 就点燃我不要最先亏 这下落被点了一套 交个进化 点饱了这一下都够 水瓶可能要全打出来了 哦呀 Chift 真改啊 但是这波感觉有机会啊 已经死了 Brief是没有急跑的 四脚朝地 哎但是一技能拉开了一技能的减速 这不真的白交了个闪 哎这不搞不好能乐 这波Chifton必须得来看 但是就在后方 是的 波比看到了 对 但是说实话 两这两个互相 如果是在被打先手的情况下 狗熊也不好硬 有点不太对啊 闪现弃强给点燃 波比开 打不了往后拉扯 但是打不了回了口血 在最后一下 有小兵啊 有小兵远程兵来了那么一下 对其实那一波我们看一下replay啊 这是后面的那一波 闪现定强给Q挂点燃 在A一下直接拉扯 虽然出了自适应的护盾 那小兵最关键的一下来了 对 卡着正好刷新出来的罪名 配合下路来那么一波 Chifton在这蹲着 哦这个这个有说法了 有说法的 哦有闪现一把 而且还摆到了夹子上 这波应该是文斯版 留情手走位 躲开了一个W 但是自己还有闪现 贴墙在交 漂亮 海克斯闪 这波啊一下 好配合 开了一个 接你风采 闪现给发 没杀掉 而且刚刚好像是 海克斯科技闪 一直找机会 下路这边 哇疯狂的走位 这边中摆走位 一勾空掉之后 反手一勾勾回来的南风 南风没有闪的 这波直接交进 哇但是被减速到了 没有办法 闪现直接贴脸 但是完全A不过 刀狗这波上头了 被提提拉扯 但是反手这边一勾 刘金松一搞等 换掉南风 自己也倒 跑步三个头 哎呦 一乌云密布 对不了线 东边日出西边雨 看一下这下路什么情况 全空 被蹬回来 定住 但是伤害不够 啊 刀狗如果第一时间 闪现跟南风 其实可能有机会的 哦 但是 这个W的减速很关键 这个减速导致到刀狗 A不出来了 只是 其实不用想玩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是下路会掉多少个肚层 都会来 被瞪着 哦呦 这么多塔线 现在吃不到 很难受啊 哦呦 你又把这个一击 飞机带着导弹包来了 这波刀狗 这个位置没闪动 他不得 漂亮 尤卡的一个 我又宣布回来了 可以 那就只能靠 抱抱的伤害 硬去 硬去补了 两个闪现 这是要做什么 直接闪现 但是这个优运 中卖摆得不错 反手这边太短的控制 太稳定了 下当游这边的刀口 打下 刘青松应该是要倒了 后续的话 双TP下来就差 但是牛宝这边 想硬游人 但是没有还有 最后通牒 应该就只是赶走对面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对吧 没有冲锋摆断了 但是 罪名家太坎 大招 痛不了 痛不了 还打出来了个南风的表 上路这镜头一切过来 哎呀 单纱了 后飞刘斯也有一颗人头的紧张 而且是刚才金克斯的赏金人头 哎呦 说实话 所以现在装备一下 追回来了 你发现了吗 主要是右下角 我看了一眼 这一波是 这波 哎 两边互相对焦大招 这边红刀 红刀 秦威也您回口血 这波刀口 这波可能BRG要放 说实话 但是威威又来了 不想让PUF玩游戏 但是 站在眼上 都有尝试的 现在勾断一下 那白主这边一勾 勾坏了一个威威 威威这一波 被南宫操作了呀 两个塔的塔杀 哎 他就 就看着 哎 哎 一勾 哎呦 因为尝射了一下 我意见能踹上来 没想到 哎呦 好 好一个突然发难 所谓 躲掉一个致命的控制 大招再拉回来 吉普特来了 有大招 天雷阵落 闪现给Q 再来一枪 五百块 但是很可惜 这个人头啊 是狗熊拿下的 天点指法 确实是 但不得不说 这一波又是南风 南风的一波 突然发难啊 但是另一边 带着峡谷先锋的BLG 要开始对着二塔 发起拆迁 这二塔感觉不保了呀 是不保 两边在 金资源的置换上 这波是 其实是 炸出来了 4-4的位置 慢慢的在排视野 威威来了 闪现 一技能 先等 沐云中外摆完了 再回头 看一下 吉普特这边 一个天神正宫 想要找这边的刀狗 但是完全没有用 南风先死后续 青庄颖跟狗熊全倒 一波催枯拉朽的团战 主要是 前排 抵护着 尤卡甚至导弹包 都没机会释放 金克斯的优势 带加导弹包 这波 本以为 TT是有一战之力的 那你看一下 上来 已经摆开 但没办法 金克斯这个位置 输出不了了 这波 他的精力工厂还挡了 应该是把炮复的 那个狂蜂给挡了 这个位置被打断 很危险 有罪名的 罪名定住 波比再赶过来 走位停了一下 再等 今天很老 那这个位置 就看人头给谁了 嗯 苏苏拿下 停了一下 这波又是闪现 直接笔动后面 跟着冲击波 瞬间有卡 被击落在了 这个脚拐脚 推墙波比 拉开了 对 心态上感觉还是 急了 钩回来 这个位置 正好被呆住了 有时候这个游戏市场 哎呀 老抱不惊 停了 这游戏市场 就是你烈士方的时候 你连运气都不好 喝两酒都塞牙 对 就是你 你开始烈士的时候 真的倒霉的 喝两水都塞牙 啊 哦呦 这下 而且这一波还 就是刚狗熊进草 完了 我还 我还得想这两人叠一起 这微微就这么精准的点到了 结果刚好狗熊进草了 这波 龙魂团 不接也得接啊 火龙魂啊 这可是 嗯 格温这一波 把四水残留刚用掉 但是这一波一旦让 让这个阵型一旦拉开 而且四水残留转好的情况下 感觉就拉扯的空间有点小了 又一勾 但是尤卡这边导弹 已经耗尽了呀 上面看一下 牛宝要开了一脚一脚的踹 而且旁边的一个大招 大锤子锤走了两人 正面瞬间上野倒立了之后 虽然刘金松倒了 但龙魂由红色胖拿了下来 Brief直接越强而走 想找南风 南风开出右鸣监牢 给一个灯笼接走炮弗 南风跟炮弗已经尽力了 但是 这波导弹的效果已经算比较离强了 对 而且一下炸开了两个人 然后正面再拿 这狗熊退得像纸一样 瞬间融化 然后刘卡翔再进去输出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真的交转向后撤退 不敢轻戒呀 这减轻了一点压力吧 但是最终结果还是不变的 等兵线在一顶上来 侧面的位置被一卡 我感觉他自己都快飞起来了 先憋到了手里 也确实这里离对面的水晶太近了 在思考 突然来这么一下 鼻鼠狂风 这吐尸冷片很坏啊 是 想找炮弗没闪的这个空档 但是 这边狗熊是拿自己的大招 硬顶掉了那一下 罪名的控制 这边闪现一勾 勾到刘青松 再刘青松 这厚度 我天哪 身上的这个白皮都那么多 闪现一勾勾的胖弗 南风掀踏而去胖弗 立刻应声倒立 加速了 是的 然后恭喜B2技 开年首场2比0 轻松拿下 而TT现在 郝璇是拿了一胜 郝璇在年前拿了一胜 对于TT的粉丝来说 比较难受的也可能是在于 就对他们期待了很久的一个 完全体终也回归了之后 再磨合磨合 对 可能依然没有解决TT的 痛点赛 这把打完 现在TT是级1-6 打了7局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春季赛已经过了一小半了 这个可能会相对于 TT来讲后面就要加强的东西 跟两年前的他比 好像没什么区别的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把的赛后面板 28分钟 其实这一把相对于上一把来说 就要快了很多 而且把他MVP 最终依然还是搬给他打野位的威威 合理 合理 打得非常漂亮 这波比存在感太高了 你作为打野选手 懂这种节奏拉满的感觉 而且他是兼顾着刷野控途加拉满节奏 这个很厉害 好的各位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 我是主持人刘航 首先我们要恭喜BLG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来到我们赛后采访区的嘉宾 是BLG的AZ选手Dogo 欢迎Dogo来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BLG的ADDogo 欢迎Dogo 也是拿下了春节假期过后的 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Dogo怎么评价自己今天 和队伍和自己的一个表现 第一把就 能接受吧 第二把有点离乎 死了有点多次 第一把还是有一些失误的 第二局的发挥呢 第二局就开送了 开送了 我太谦虚了 这个强的队伍强者就是这样 即使赢下了比赛 还是要先复盘 先找自己的问题 那想问一下Dogo 因为也是这个赛季 第一次加入到LPL赛区 你觉得在LPL赛区打比赛 和自己之前想象的 有没有什么区别 想象的应该没什么区别 大家都很有勇气 都很能开 都很能开 打得都非常的主动啊 那聊到今天的比赛 今天的这个第一局的时候 对面是选出了赛纳加塔姆 这样的一个下路组合 这两个英雄在12.2版本 都是做出了一些改动的 想问一下Dogo 怎么看待12.2版本的 赛纳和塔姆 这两个英雄 就赛纳塔姆 这版本更新的话 我自己也蛮喜欢玩的 因为你赛纳不吃饼 你可以一直打别人 就还蛮快乐的 但是这两个下路 要配合得非常好 需要一定的配合的默契度 大家也可以在改版之后啊 在我们的RUNP当中 多多的来尝试一下 这样的一个下路的组合 那第一局比赛 23分钟的时候 你们那一波Rush大龙的角色 非常的出其不易 也很果断 当时那一波Rush大龙 是谁做的指挥 当时是怎么去沟通的 当时我有点忘了 然后可能是浮野吧 我说一句 我的刀好像还不错 可不可以等一下开大龙 因为那时候 打得有点胶着 所以然后就去开了 所以也可以可见 我们BLG现在的中期 包括后期的运营 做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来到了第二局 其实在前期的时候 对面的下路 是取得了一定优势的领先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们依然是 喊打野过来 要打开下路的局面 还是要在下路打架 这是出于一个 怎样的考虑 因为二斐流斯 就算被拿优势 他的武器还是有优势的 就装备算输了 但他的人没有输 就来打一下 还是非常自信的 那其实这个赛季 第一场的比赛 Doggo可能当时 压力会非常的大 那打到了现在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整 感觉你的状态 也是越来越好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 来分享一下 你之间这个调整的过程 就哭完就好一点了 然后队友也是疯狂的跟我 讨论游戏的内容 就后续没有再想第一把了 队友也是给了很多的支持 确实是这样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都有很多的男人 那下一个问题 下一场比赛 你们要面对到的对手是 实力同样非常强劲的苏州LNG 想问一下Doggo怎么看待 下一场比赛 跟LNG的交手和对决 问中野吧 感觉靠中野赢游戏 或者上 不要把我带进去 所以中野是不是算是在队伍当中 目前来说地位比较高的 地位都高 地位都高 不干我的事 太乖了 那最后的一个问题 今天也是我们的教练 叉烧的生日 想问一下Doggo在你眼里 你觉得叉烧是一个怎样的教练 能有言语 说服你任何事情的人 语言表达能力很强 是的 那在这里 你有什么生日祝福 想要送给叉烧教练的 生日礼物就是 送他一番胜利 没有别的 今天的胜利 就是最好的祝福 我们也在这里 同样的要祝叉烧教练 生日快乐 也再一次的感谢Doggo 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接下来 让我们稍微休息 一起来欣赏一段 精彩的Spotline 飞机飞机飞机 装入一波 一波一波一波 等一下小心火 小心火 我知道我知道 看到了 你你OK 可以一波可以一波 剑机要出给我给队 先生可以出给我 给我加速给我加速 等一下我有一点远 三秒 小心卡妙 卡妙有表 无所谓 我可以给他提 我可以给他提 我去打他我有表 我有表 先A他先A他 我不会死的 我会复合奖 我复合奖 卡妙卡妙 先干一半血 我Q一下 开始 可以打 开始 开始 没了 打个眼 我去打个眼 别急别急 他招 可以平扯 可以平扯 我就在 我就在楼后面 打团 可以打团 金刚 你在上面 可以准备打 好了好了好了 哎 飞机被送走了 飞机被送走了 杀口中杀口说 我帮你 飞机飞机飞机 飞机没闪 是 金刚才可以决 金刚才有闪了 金刚才有闪 慢点慢点 还可以转 可以是里面 有加速吗 我自己加自己了 他跑了散了 他跑了散了 我带我带下去了